我想起來那時候你來的時候 我心裡也有尷尬 喔 真的假的 原來 在場只想吹聊天了 只有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靈芯 各位觀眾大家好 所以歡迎來到這場舞企 那我們今天來賓是我們靈芯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黑鈴PK Time Yeah 哇 四年前的節目 好啦 那 一開始就是先 讓大家了解一下 結果靈芯當初是怎麼加入這個業界的 其實我好像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有點忘記了 對 有聊過啊 但我剛認識的 對對對 所以才會忘記 原本其實我是想做實況 然後在Twitch有開過一兩次台 但是其實 狀況非常長 其實不只是成效的問題 那時候其實我本來就知道人數不會很多 可是因為電腦不好 所以我沒有辦法開 順的直播 然後畫質也不夠好 那我有很想做這個 我那時候好像也是 就是我們畫質都超差的 所以我就想說那怎麼辦 可是我有一點想做這件事情 後來就發現 欸 YouTube也可以丟遊戲影片 那時候有這麼快喔 那時候在加入實況的時候 是剛好大中天 哈哈哈哈 2012以前 其實就是那個時候剛好就是大中天 整個 整個紅起來 然後 我叫大中天 然後那時候阿神也開始起來 我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看他們的影片 然後覺得 想說有興趣 對就覺得說 欸玩遊戲 然後帶給大家這些 可能會覺得有 歡樂歡笑 以前的 以前的 以前的術送超級 以前的術送 純粹的 對啊很單純就覺得說 因為我很喜歡看人的反應 啊對對對 我喜歡看人家笑 然後也喜歡看人家 就是可能很驚訝 什麼那種反應 後面以前好偉大喔 喜歡看人家笑 然後 哇塞 我們現在也差不多 我們現在也差不多 對啊也差不多 那為什麼叫菱形 其實我以前的網路上的網民 有菱形的這個 叫什麼 就紫菱啊 啊 這個紫菱形 啊有有有 然後我想說做這個東西 我有點想換一個 就是完全全新的名稱 就是不要讓大家聯想到 我以前這個 網路的ID 其他的東西 就是 那我要取一個簡單 然後好記的名字 然後又不會撞名 因為那個時候超多人取什麼 小什麼小什麼 然後就是 好像有 很容易撞名 然後我就想說 那如果從零的話發想會有什麼 欸就突然想到 菱形 然後菱形這樣 然後我想說 應該也不會有人取菱形 這個名字 它就是土形的一種 對 很日常的東西 然後又不中了 對對對 就好像還想 啊 那時候就有一個報復 覺得說 如果我用菱形這個名字 真的有稍微做出來 然後大家都知道我的時候 大家在網路上查 不會只查到土形 而是會查到我 其實現在就會 現在就會查到你 對啊就是那個時候有這樣子 哦 很厲害哦 哎呦 還不錯 你成功了 對沒有我現在過期了 哈哈 沒有你現在沒發片 我現在 欸我現在有發片 你四個禮拜前有發片 對對對 我有看到 動森的嘛 對 動森其實有幫你看 效果還不錯 然後大家也還蠻愛看的 而且是直播紀錄 嗯 那你之後有打算就是要長期剪動森影片之類的嗎 有啊有啊 應該說因為我 其實近期很常開動森的影片 哦有 還蠻長的 所以我最近就是 都有在剪那個動森的精卦 啊 就是有打算把他們都一點點剪出來 還是有剪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也有在玩別的遊戲 然後可能就剪一剪他們的精華 哦 你還有玩什麼其他遊戲 就前提跟公主連結 因為公主連結最近就是剛好進入一個 劇情的中章 很多人就是這個時候回坑 或者是這個時候很多新手加入 哦時間點這樣 對這個時間點加入其實還蠻好的 哦所以你也有拍公主連結 就是有開直播抽啦 哦那還行啊 就是有在剪這樣 動森我覺得可以多出 現在正正行可以多剪一些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快退了 哈哈 哦真的啊 我覺得有什麼快退了 那麼快 因為動森 你知道就是玩到五星的之後 然後你錢賺很多之後 有些玩家就因此就是 但是可能會覺得這個遊戲暫時就可以不用 那麼積極的去 對對其實會啊 其實會 對啊 還是會 可是現在 我覺得還在熱潮上有一點是 你們要switch 對對對對對 所以一堆人還在找 對啊 對 哦有一個 這個是我想蠻久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通常戀人在熱戀期過後 其實會趨於穩定 然後你們兩個 偏向於感覺還在熱戀期的feel 對一直呈現這樣 而且持續超久 對這一點蠻屌的 這真的是我覺得很厲害 那 想問說就是 平常會吵架嗎 我們其實真的不算是會吵 嗯 只是我們有時候 觀念不同的時候 就是會稍微的爭論 我們雙方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 然後只是有時候我不擔心 小委屈的時候我就會哭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安慰我啊 就是他就會抱抱啊 然後什麼的就是 就安慰這樣子 你這個沒用的男人 幹嘛 我覺得他這樣做很好 很好很好 因為女生其實真的 在情緒上的時候 你真的不能跟他硬碰硬 真的 因為他就是在情緒上 他基本上就是會把 你講的所有話 沒有辦法 完全理性的去吸收到腦袋裡面 對對對 然後 南方這時候很去安撫你的時候 沒事 乖 你很棒 你很厲害啊 什麼的 就一直安撫 這樣其實很好 很有用 對 那下一次我教他 哈哈 教杯 所以你們大概頻率是 可能一兩週增值一次 算吧 應該算吧 那你們有大增值過嗎 大吵架 我覺得不太可能沒有啦 哎呦 那你們 你還記得是因為什麼吵嗎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人在邀我 就像我寵的時候 我還沒有看到大鋼錢 我就已經想說 他到底會問我什麼問題 然後我跟AZ一致認為 他一定會問我們到底 有沒有吵過去 然後吵什麼東西 我們都已經想好了 不然 你我妹而來 然後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麼嗎 就我們講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開始在理性 從我們交往到現在 大吵過的每一件事情 哦 然後 太好了 然後他們說 不是啊 這什麼 你開增值 哈哈 因為我們 大多大吵 就是 當然是偏向觀念 差太多 然後所以可能 他會覺得莫名其妙 然後我會覺得 委屈 因為 我會希望他理解 就是為什麼我是這樣覺得 但是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就是 沒有那麼嚴重 或什麼的 對對對 我可以提一個 或兩個就好啦 可以啦 我覺得有一個很尷尬的就是 我們吵那個 床墊的事情 床墊 就是我們剛開始 要出去同居 然後我們同居就是去買 床墊 IKEA的床墊 對我們要買床墊 那時候我們逛逛逛 他就有看到一個很 很大的 床墊 然後他有分幾個尺寸 然後那時候他就想要買最大的 我就說我想要買 就是那個最大小一號的 他那時候就是不願意買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因為他覺得就是 他就是想要買大床 然後可是我覺得這兩個 有一點價差 差多少妳還記得 那時候我們在回想的時候 好像說是五六千吧 那還真的有價差 可是他覺得 因為那個時候他負擔了起那個價格 而且買了就是 永久了不需要什麼 還要 不需要要換之類的 對不需要還要再付錢還什麼的 他就覺得說要買就買 最最大的 就是最可以 我要就要要最大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位子 稍微 算有吵起來 這床床 沒有就是 回去一路上 哈哈 從買好了 就是我後來妥協他買那個大床 可是我就一直 就是一直在解釋說 為什麼我會希望就是買小床 對對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很莫名其妙 我就想要大床啊 然後 我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可以負擔的了 就好啦 但是 有點委屈就是覺得說 因為我家裡就是有一些 想要省錢 對就是我有一點金錢觀念 被灌輸覺得說 就是要 要省錢 只是沒有必要到那麼大 然後那麼貴 可是這也是覺得 他可以負擔的錢 他 對啊他可以負擔 他就覺得 也合理啦 也合理 我後來就是有妥協這件事情 然後也覺得 是OK的 然後當然買回來 是我們兩個也都滿意的 因為 真的大一點 其實我們 睡覺比較舒適 對 因為有時候可能才會 踢啊 或微微 吵家的時候可以背對背這樣 沒有 我們每天睡覺都背對背 哇 原來是感情不好的部分 沒有啦 然後這件事情就有大吵過啊 可是 基本上我們 討論完之後就 就還好了 尊重對方的 想法跟觀念 那其實很OK啦 我覺得 還滿順利的 啊第二個咧 第二個喔 我贏得很開心 等一下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一點牽涉到工作室 喔真的假的 對啊 欸 我好像知道 那可以講嗎 可以贏一下 因為我也覺得很好笑 因為一開始我是住在工作室 然後那時候是 後來開始跟他同居之後 我就比較不常來工作室 但是工作室還有我的 位置啊 衣服啊 或是我的電腦 其實都放在工作室 所以我就當作 就是像是來工作一樣 就是會常來工作室 就是用電腦啊 或什麼什麼 然後就回我跟AJ家 沒錯 然後後來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覺得 要一直這樣來回跑 很累 有點麻煩 有點麻煩 然後我們就開始討論說 就是 我有點想買一個新的筆電 這樣我可以攜帶 或是萬一回到 我們家的時候 還可以用 可以用 所以他覺得說 那你乾脆直接把桌鏡 就搬來我們家 然後就是不需要 還留在這裡啊 然後我那時候說 我覺得 我如果把電腦拿走的話 這裡就不會有我的閨屬 跟我的位置 而且他說 黑羽一定會把我的位置 全部移掉 然後 叫我把我的東西全部清掉 他那個時候跟你還沒有很熟 對 他就說他應該不會這樣吧 對 然後我就說不要會 然後我就是跟他吵這件事 他超相信 他覺得我不會 然後我跟黑羽聊這件事情說 我說我會 我說我當然會啊 你知道就拿走了 因為我了解他就是會這樣啊 對 他超聊我 他就說我一定會把他的位置清掉 就很拍 對 然後可能用給其他人之類的 所以就覺得說 哎呀他不會啦 但我們吵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他覺得說 只要把桌墊拿去就好 不需要再花錢買新的筆墊 那他覺得花錢買筆墊 很多餘 我懂的意思 很浪費 對對對 就是大家很好奇 當初是怎麼跟AJ 就是熱絡 然後後來交往起來這樣 這個在他的訪談環節 不是有問過嗎 好像沒有吧 沒有問得很詳細 不是有聊我們兩個什麼 那我們聽你的角度好了 嗯 誰追求誰 其實要論追求的話好像算我耶 喔真的假的 因為我很早的時候就 就知道他 應該說就是粉絲心態 一開始的時候 粉絲心態就是很崇拜他 然後覺得他很厲害 然後 有一次那個 他扮生之型的爆場 可是我那天基本上都沒什麼跟他講話 嗯 因為我很緊張 然後我就只有跟他就是很 很官腔的 官腔的 官腔的說 我跟AJ你好我是菱形 就是有在做Youtube 嗯 他說喔有有有有 然後後來就是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就沒什麼在 就是有有任何的接觸 是後來我玩完槍彈辯駁之後 知道他也是槍彈粉 嗯 啊我那個期間其實就是剛玩完槍彈 我就非常想聊槍彈 可是我沒什麼人可以聊 所以我那時候就看到一些 最新消息什麼東西 我就丟給他看 我忘記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有邀到FB 就是有加到FB好友 然後我就私密他 然後就是那時候就有喜歡 那個時候我是慢慢 喔慢慢有好感 因為就是 我忘記AJ說他什麼時候 工作室 好像是那個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啦 對對對對對 可是我們就在網路上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跟他聊起來很 還蠻快樂的 對還蠻好聊的 然後 而且也很意外的好聊 因為我對他的印象有一點冷 就是我覺得他有一點在跟人保持距離 他是啊 就是那個時候啦 所以我就覺得他很不好接近 結果發現聊的時候 欸意外的很 還不錯聊啊 很好聊這樣 而且我們兩個就是聊起來的感覺 不會尷尬耶 就是不像是第一次認識的人一樣 嗯 了解 然後所以就聊聊聊 我們就變得有點像朋友 那時候是騙朋友 然後可是我已經有一點點好感了 嗯 了解 後來就是這個人邀了他 邀了很多人來 打桌遊 然後那一天 大家都不是想來打桌遊 其實我是蠻雀躍的 好悲 我不知道 就是那一天我蠻開心 你沒有發現嗎 我一直拿槍彈的那個設定集 或者拿槍彈模型給他看 他們兩個還站在找人那邊聊天 後來我走過去跟他們一起聊天 然後後來一陣也有話走了 我都走過來拿椅子 坐在那邊跟他繼續聊天 然後 一陣也說那時候心想說 可以啊 怎麼不走 我覺得好笑的是他交往之後 他有自己跟我講他是 什麼時候喜歡上我 然後他其實也是跟我講說他在那一天 他說看到一個女孩然後那麼快樂 那麼開心的一直拿槍彈的東西炫耀給他看 然後他就覺得 然後我是聽著覺得很害羞 又覺得很好笑 他就說怎麼會有這麼可愛 你是一直拿槍彈的東西 一直跟他炫耀 你知道那天怎麼樣就完美 那天我不在場就完美了 我想起來那時候你來的時候 我心裡也有尷尬 真的假的 原來在場只想春聊天了 只有我 被花了那時候好不容易跟他 可以跟他單獨聊 我根本就是藤圓千花 真的耶 一模一樣 不會啦 我怎麼可以如此的 沒有注意到這一塊呢 我覺得也很難啦 因為他其實表現得還滿自然的 對 可是後面其他人我都滿注意到的 工作室 這張紅色的沙發很神奇 塔上面睡過的人就會交往 或者是一起坐在這張椅子上看劇的人 就在一起 生氣小沙發 你在追我們兩個坐在那邊看電影耶 我記得你們有在這邊睡過 我覺得那時候還有人問我說 欸 他們怎麼這麼在一起 沒有吧 我打同心裡覺得 沒有吧 欸 而且他們第一天跟我講的時候 我一度覺得 我在騙你是不是 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當下是這樣 我在看有沒有攝影機 然後我就想說 幹 騙我吧 就魚人 魚人節吧這樣 我那時候是假裝 哦是哦 對 我那時候因為我覺得 你應該之後會跟我講說 欸 驚訝騙你的這樣 哦真的假的 過兩三天我發現是真的 因為我不敢直接講 因為我直接講覺得 幹 我他媽太丟人了 我就想說我委婉了 就跟你講 欸 驚訝跟AJ怎麼樣 然後他就聊 然後說 我看是真的 那時候我第一個跟你講 我想說你應該會很驚訝啊 結果他當下的反應就是說 哦 我其實有發現 那是裝的 那是假裝鎮定 然後我內心就覺得說 幹 他居然知道可惡 然後他就想說果然太明顯了 假裝鎮定 接下來講出三個 AJ的優點跟缺點 優點跟缺點哦 對 各三個 優點的話就是 理性 然後 哦 他真的蠻理性的 我覺得真的有點複雜耶 哪一個 我講簡單一點 可靠嗎 可是他有時候看起來又有點廢耶 很難講耶 有時候就是看事情會有他的 認真的時候有他的專業 對 有認真 哦 對他算是一個蠻認 欸不對 可是要講認真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到 看事情有些專業度這樣 對對對 他對他的工作算是有熱忱的啦 雖然他的確出片 好像沒有那麼 不愛冰情 沒有 第三個 其實我覺得這比較是我自己私心最大的優點就是他包容我的一切 他可以包容我所有的 東西 這個真的很厲害 因為 因為其實我自己一直覺得我如果交到一個男朋友 一定會有很多條件上面一定會讓他很不滿 就是我覺得對方一定有很多不能接受我的地方 我覺得一定會有一兩點 可是他 他雖然可能也有 但他不會因此就否定我或拒絕我這樣子 會全部都接受 哇塞 所以這一點是讓我很很開心很感動的 缺點喔 可是這好像很多男生本來就也會丟一點 那個要怎麼形容啊 理性這方面也有一點點算是 也算是缺點的層面啦 就是太過理性有時候在處理一些事情或是溝通上面的時候有時候他可能會比較沒辦法理解我的心情或想法 但是有時候有些東西就是 不適合 當下 或者是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會有一點難 這個我也懂 因為我也是 然後第二個 一定要你猜出他的缺點嗎 太胖 太胖也還好啦 然後說他胖我好像完全也不會怎麼樣 就我不會不能接受 太常大拍 可是你看我都還是要讓他來大拍啊 OKOK 開題 你是不是覺得挖不出我講什麼他的壞話 最近結婚生子的YouTuber蠻多的 那你們有討論過預計什麼時候要想要結婚嗎 目前是沒有啦 沒有沒有這個打算 我們最一開始交往的時候有聊過這個話題 可是我們基本上是 順其自然 對對對 然後覺得如果要結婚一定是兩三年後 或是三四年後 差不多啊 現在也才快兩年而已了吧 喔 對啊 只是不會那麼快啦 因為我們現在都有自己在做的事情 也是 你哪些真的突然聽到我們要結婚了 其實也沒有很意外 對也不用太意外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時候結婚是一種衝動 會問這點是因為 最近收到超多禮盒的 像什麼蔡波能的明月蛋糕 在那邊 他做的超好的 然後還有什麼 老爹的明月蛋糕之類的 喔很多很多 有有有有 最後一題那你今後有沒有什麼 在頻道上的目標這樣 我自己其實現在對於自己頻道 不太敢設立一些目標 因為我真的太不穩定 然後我其實很多東西我都想做做看 我覺得令星比較適合團隊 就是以前的話 我每周三都叫他跟凱洛來拍片 因為我不會規劃 那凱洛回來了 我們之後又可以在一起拍啦 你要等他隔離完 他快了他快了15號 喔真的嗎 他15號就結束了 喔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訪談 大家應該有會了解 令星的訪問 如果我喜歡這影片 歡迎在想要訂閱訂閱喜歡 也可以去訂閱令星 沒有本地的頻道 然後去吹套更新 訂閱然後去追蹤 訂閱然後去追蹤 按讚我們的評審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 拜拜